合法音乐的抓法 合法音乐的抓法 要不要学? 一定要学 你不能随便去YouTube去下载音乐 等一下我也会教你 可是 你要如何找到合法使用的配乐 好 那我 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搜寻引擎嘛 例如说 合法 音乐 下载 好 你会发现 你会发现这边是不是一堆 一堆合法音乐 我建议你们去找这一个 YouTube YouTube 怎么讲呢 因为在这里面 他放了一大堆的音乐 也方便去做下载这件事 我们现在来去看一下哦 这里面 这个YouTube音乐 符版权配乐 免费背景音乐下载 好 这个音乐各位 应该有 应该 这个配乐应该很耳熟 因为小影 小影的主打的那个音乐 就是用这个音乐 好了 我们来去看 请问一下 这里面是不是有很多很多种类型 很多类型 各位 你只需要下载一部音乐就好了 这边要开始仔细听咯 因为我要教你什么叫做影片剪辑听古典 好 这边要请你特别注意 这边那么多音乐 你要下载哪一个音乐 好 你自己决定 你做的音乐 跟别人做的音乐 绝对 你选择的音乐 跟别人选择音乐 绝对不一样 所以另外一个人 等一下 麻烦请好好的做音乐的选择 那我们没有给各位喇叭 我们没有给各位喇叭 所以就要麻烦你们自己用自己的那个耳机 耳机 然后来去听音乐 好 各位 我现在哦 我现在我们就先找那个热门背景音乐 热门背景音乐 例如说 我现在就随便听一听 听这里面好了 好 你们觉得这音乐好不好 好啊 可是 可是 你要稍微注意一下哦 这个音乐你到底能不能掌握 这是很重要的重点 例如说 什么时候要剪 什么时候不要剪 剪的地方是在什么地方 好 像这个鼓 这个打鼓的鼓声 那个 那个 听不到 我现在讲那个它可以剪的地方 我们倒数 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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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要把这一招学习起来 好 学会了吗 会 会了 好了 然后接下来 你要能够掌握这个音乐哦 我们大家都是这样子剪的哦 好 在座 听懂了哦 我最希望你们将来变成小小网红的时候 记得要请我吃面 要记得请我吃饭 好 我们 再复习一下好了 真的就是这样子剪法 听得懂这个 剪接哦 那我们接下来要挑音乐了 接下来我们要挑音乐了 例如说 在这个地方 我们是不是有很多音乐 可以选 来 听一看这个 好 可以吗 那接下来我已经掌握了这个音乐 知道在什么地方剪 下一件事情是什么 你要不要把这音乐下载下来 要嘛 我再教你们小PayPal 这边哦 这边我再稍微补充说 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请你们不要选择那种 像刚才是稍微轻快的音乐 对不对 那有没有那种古典乐 那个Piano 或者是 就是 比较静态的音乐 有 那个适合介绍 就是例如说很优雅的动作 例如说那个 韵律舞好了 或者是舞蹈 你用慢动作来呈现它的优美 这个时候很适合放那种 很慢的音乐 好 那像 这边那么多音乐嘛 你随便选 都可以选到适合的音乐 可以吗 这边我就不一一介绍了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下载 下载绝对不是点击下载 下载绝对不是点击下载 点这个地方 不是 是这里 这里 这边我们要看到 这边我们要看到UBE 1的后面 麻烦请往前三 往前三 往前三 然后接下来 Enter 就把那个 YouTube 本来 本来是个YOUR YOUTUBE 请把后面那个UBE给删掉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请点记录就好了 然后稍微等一下下 稍微等一下下这边是不是就开始下载了 简单吧 就只删掉三个字 这个方式简不简单 我有两千多部教学影片 这一部影片 高居第一名 每天有大概一千多人会去看 可以了解吗 是不是很简单 我是不是下载下来这个音乐 下载这个音乐在哪里 下载音乐在下载这里 这边是不是有一个下载 这边有一个音乐 来播播看 好 复习一下 我刚刚做的动作其实还蛮简单的 首先 首先 我就先在这个地方就输入 免费 合法 音乐下载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请点它 然后接下来呢 这边有很多那个播放清单 你自己慢慢去挑 这里面一堆 播放清单 然后 你依照你的 你喜欢那个 戏剧气氛音乐 还是悲伤音乐 还是开心气氛音乐 还是那个古典乐 随便去挑 例如说 这一个 这就很适合 这就很适合那个 例如说芭蕾舞的一个慢动作呈现它的优美 好 那 假设我现在要这个音乐下载 记得这边 这边 一二三 然后 把那个 UBE删掉 然后记得 MP3 然后直接点记录 就好了 可以吗 换你们去动手做了 然后现在我们三个人 另外一个麻烦请赶快动手做 这件事 而且 请你把所有的古典时间记录下来 至少要记录到一分钟 你就会知道你大概要剪几段影片 可以吗 把这些技巧学会对你们加来有很大的帮助 赶快分工哦 不是同一个人做 应该是 谁做什么 谁做什么 赶快分工 这 resolute 的 对 他 对 就 这 你 那 你就 你 你 那 你 真的 我 你 oh 我 你 我 你 你 我 我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